由于近日来确诊人数持续攀升 为了严防传统市场成为防疫隐忧 吉安乡长宣布加强乡内公有市场 包含北昌市场、庆丰市场 以及人理市场的防疫措施以及各项管制 并亲自前往视察执行状况 来到吉安乡各个公有市场 一定要戴口罩并且做到实联制 有手机的就用扫描QR Code 没有手机的要写下姓名电话 进入市场前还要量额温 手部喷酒精来消毒 同时市场也缩减出入口 要加强进出人流的管制 那看到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我们的乡亲都会用手机来扫QR Code 那签名的这个部分也落实的很好 我们希望围起我们所有防疫工作的状况 也在我们防疫疫情之前 我们把所有吉安公有的市场 做了非常多的改善工作 包含了整个水沟畅通 所以也在清洁度上面做得非常好 在整个我们饮用水的部分 之前也改善 在整个硬体的整个设施 也都建设都作为一个防护 那也刚好遇到了疫情 我们希望我们的乡亲来到我们的市场 还能是能够遵守我们的 这样的实名制的一个留存 把口罩戴好 把我们该做的防疫的功能做好 一次买足一次买满 赶快买好赶快回家 做好自己的防疫的工作是最重要的 吉安相公所建设客也表示 很多老人家不会使用食联制 已经提醒市场管理员要耐心的多做协助 而吉安相公有淑珍更呼吁乡亲 采买的时候要少去买多 一次买足减少外出和接触流动频率 而相公所团队也会致力配合中央 宪府政策随时因应各项及时状况 做好每一个防疫的配套措施 吉安相公报导